好 我们说 四十天之久 谈论什么呢 谈论天国的事 教导神国的事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那是耶稣复活的事了 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地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然而还有人疑惑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从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实施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说他颁布大使命 所以神国的事 就是关于传福音 福音要向地级传开 然后他也谈论什么呢 马可福音记录 他复活以后谈论什么 他说 第十四节后来十一个门徒 作息的时候 耶稣向他们显现 责备他们不信 心里刚硬 一起读 因为他们不信 那些在他复活以后 看见他的人 一起读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 说心方言 口能拿舌 若喝了什么毒 也必不受害 受案病人 病人就好了 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 后来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边 门徒出去 到外宣传福音 主和他们同在 用神迹随着 证实所传的道 所以神国的事是什么 马可记录是 他授权门徒 能够行赶鬼 医病 说心方言 手能拿舌 喝毒 等等的神迹 我们说这是一个 恩赐的配套 他别是给当时的 这些门徒 福音很难传 特别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各位啊 我们现在难传 其实当时更加难传 所以当时也没有圣经 都凭什么传呢 结果怎么样 他必须 使他们能够 有权柄来 行神迹 当时 他们需要赶鬼 需要医病 需要 说心方言 说心方言 其实也就是领受神的启示 我们今天全本 所有的启示都完成了 我们再说一次 说心方言 已经没有了 所有这里的 五种的神迹呢 五种的我们可以 人可以行的神迹呢 这个整个是配套 如果你能够赶鬼 你一定要医病 你一定要能够说心方言 要手拿蛇 喝住 这个叫恩赐配套 今天还有吗 美国南方的一些教会 开手抓蛇的步道会 结果很多牧师被神咬死 美国的警方 他想要 对这件事情 采取行动 但会牵涉到宗教 太敏感 他们不敢 不敢做什么 今天仍然在 那个地方 还有这样的东西 太可怜了 求主怜悯 所以当时 这个配套是真的吗 真的 今天如果你还说 你能够赶鬼 那你能医病吗 你能说 你还有心方言可说吗 有 大家今天也能说心方言吗 我告诉你 要不是他身体的 一些状况 他的一些状况 就是骗局 比方说 他的脑神经的一些状况 可能使他 讲出一些奇怪的声音 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 甚至他还有 外国语音的综合症 能够讲外国语 这些没有意义 要不然就是造假 所以 这个恩赐配道 已经停止了 当时必须有 要证实 圣经说 证实所传的道 他们要先行个神迹 甚至叫死人复活 瞎眼看见 雀腿行走 一个行迹 神完了 行完了以后 他们就讲道了 那么 这一个他们的神迹 是来证实 他们所传的道 今天我们需要吗 不需要 今天我们有圣经 你讲错讲对 你一回到圣经 通过 纯正的解经原则 正确的解经原则 你能够看出 这个人讲的是对还是错 所以 不再需要有这些了 这个是恩赐配道 这个配道已经没有了 你能够反驳我 这样没有神迹吗 有 今天还有神迹 那么今天神迹 不是我们行的 神迹是神行的 这个人病得要死了 我们为他祷告 不是为他 不是跟他医治 医生医治他 我们为他祷告 祷告完整 神造作他自己的旨意 神肯 神一定能 神迹就这样发生 神肯 神一定能 他如果没有得到医治 那是神的主权 所以今天仍然有神迹会发生 但是不是借着人手所行的 圣经也是这么说 路加记录 那么关于神国的事 路加怎么记录 复活的主是有骨有肉的 人吃人喝的 他怎么样 有人说他是鬼魂 他圣子 你看 鬼魂没有骨没有肉 我有 他们还叫他们 来摸一摸他的手 而且告诉他们 他们要领受上头的能力 奉他的名传回改赦罪的道 并且教导他们 明白圣经 我们看路加福音24章 36节 正说话的时候 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 说愿你们平安 他们惊慌害怕 以为看见的是魂 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 愁烦 为什么心里起疑惑呢 你们看我的手 我的脚 就知道 实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 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 我是有的 然后再跟他们说 47节 并且要人奉他的名 传回改赦罪的道 门头要领受上头的能力 奉他的名 传回改赦罪的道 并且要教导他们 明白圣经 于是 耶稣开他们新教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不要忘记 当时圣经只是旧约 因为汉有没有记录呢 这些都是 耶稣复活以后 跟他们谈神国的事了 那耶稣记录的更多了 那几个门徒 就跑回去打鱼 结果在提比利亚海边 耶稣向他们显现 那一夜他们打不着什么 所以耶稣就叫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 于是捕了一网的鱼 而且鱼虽这样多 网却没有破 并且预备早饭 吃早饭了 还把喂养羊群的责任 托付给门徒 你记得吗 这都是他在复活之后 跟他们谈论神国的事 路加只是记录一句话 但是每一句话里 后面都有真正的那一个事实 好 接下来是一章的诗节 圣经这么说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第五节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一章四节 复活的主继续与他们聚集 并且教导他们 这个是福音书没有讲的 使徒新传继续讲下去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等候父所应许的 因为当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 是在哪里 在加利利的山上 耶路撒冷在南部 加利利在北部 所以是很远的 但是现在耶稣告诉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做什么呢 要等候 等候父所应许的 其实父所应许的 其实耶稣在他 受难之前他讲过了 我若不去 宝慧师就不来 我若去了 宝慧师就来 宝慧师就是圣灵 他来了 要叫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宝慧师要来 这是父所应许的 这是一章四节 那么一章五节呢 父应许什么呢 这应许要他们 是门徒要受圣灵的洗 那么这里有圣灵的洗 二章的十七节 有圣灵的浇灌 我们看二章十七节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然后呢 在二章的四节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所以这里就出现了 三个名词 圣灵的洗 圣灵充满 跟圣灵浇灌 所以我们要从 使徒心传 来了解这三个名词 现在他说 你等等圣灵的洗 好 等到圣灵向下的时候 我们才来解释 什么是圣灵的洗 有一章的六到十二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复平着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时候之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后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 说了这话 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就被取上身 有一朵云彩 把他接去 便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 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 穿身穿白衣 站在旁边说 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 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么样 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么样来 有一座山民叫甘染山 离耶路撒冷不远 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当下门徒从那里 回为耶路撒冷去了 再一段话 就是记录耶稣复活 四十天以后 升天的那一件事 他们聚集 这是复活的主 最后一次 跟门徒在地面聚集 地点呢 如果照做读下去 十二节 他们就从 看见他升天 从甘染山回来 所以地点 这个聚集的地点 在甘染山呢 耶稣每一次 跟他们聚集 一定是有讨论 有教导的 这次的课题 是门徒问了 主啊复兴以色列国的问题 以色列国 跟这里的神国 有基本上的不一样 门徒跟从耶稣 三年 复活之后 又有四十天的密集课程 四十天密集课程 可是以色列人呢 他们仍然盼望 作为犹太人 作为犹太人 他们盼望 主耶稣会带领他们 脱离罗马人的统治 他们那时候被罗马统治 是罗马的殖民地 所以他们盼望 恢复大卫时代的盛世 虽然耶稣多次 向他们讲说 神国的事 以色列国是 关乎以色列国 跟以色列的子孙 耶稣多次跟他们讲 关乎神国 神国是关乎全人类的 他们常常就问 你复兴以色列国 他们跟从耶稣怎么样 盼望耶稣 以后他坐 在地面坐完了 他有的坐左向 有的坐右向 然后有的坐财政部长 结果发现耶稣越讲越不是 我的国不在地上 我跟他是要复兴以色列国 发现他越讲越离谱 把我们的盼望带到天上去 天上那么遥远 可是他们 就是一直在这件事情 纠缠不清 这时候耶稣 并没有纠正他们问题的错误 他只是告诉他们 父有绝对主权是人 所不能够知道 当然 主耶稣将来复兴神国的时候 当主耶稣的国来到的时候 从我们对圣经的认识 其实以色列国也在这神国之内 在他们的眼中 耶稣要再回来在地面上 建的是以色列人的国度 可是我们从圣经看到的 耶稣要再回来在地面 建的千年国度 是一个全人类的国度 所以这一点 他们不明白了 但是耶稣没有纠正他们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 在耶稣心目中 其实复兴以色列国 在那个时候 其实也就是神国 也是在神国的里面 但是耶稣就告诉他 这是神的主权的 所以我们下一次会讲 神的主权 然后再一次 耶稣再一次的肯定 把重要的信息 再告诉他们 也就是重生大使命 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必得着能力 并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马尔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第一次颁布大使命的时候 只是你们去 但是现在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才去 而且当时去 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告诉他们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马尔亚 撒马尼亚 直到地级 给他们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 后来被宣教学当作 E1 E2 E3 的三个区 也就是说我们传福音 就是最靠近的自己的地方 同语言同文化 就说E1 然后慢慢扩大到E2 最后到E3 这个就是宣教学后来用E1 E1 E2 E3 只做宣教的这个范围跟方向 好我们感谢上帝 让我们继续可以在这个地方来研究真理 我们相信这些话要帮助大家 当你上这个课 请你把你当作在这个地方受训 要成为导师 所以你受训完了以后 你读完了以后 不但是听 听完就算了 不是 听完了就要去教 把你当作导师 所以如果听了就 就听了就算了 就是等于再还回来 各位 你自己去找你的主员 或者你自己教自己 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的话 你把他教来 也是这样的教导他们 不要以为他们不会 其实就是一直的教 他就明白了 所以现在 你们听了 接下来几天 你们就负责教 福音 真理就是这样传递下去的 好 我们祷告 我现在是我们下配到 10点 我们下配到 平方